大家好 又到大師五間教路的時間 今天的市場跟隨這兩天美股的下跌回調 另外A股開了之後就沒有什麼表現 反映到其實星期一那下 都是純夾倉的機會比較大 因為就不需要怕A股和筆水的因素 另外 今天的內人股普遍偏遠回調 都比較急 而A股的內人股也下跌 正正反映星期一所說的新資管規定 所帶來的憧憬其實應該又是炒錯邊 當然你說OK 執行上有緩衝期 為什麼要有緩衝期呢?很簡單 因為很嚴重 不可以馬上一刀切 唯有給時間慢慢移動 減低震盪 但是這個規定對於內人股未來的盈利 未來的資產質素 未來對於資本的需求 全部都是很緊張的 即是說中一部是一個收緊的政策 所以沒有理由要把內人股炒上去 當然你說市場指鹿為馬 把東西顛到黑白的 近幾個月大家已經看到了 比比街市 所以在現在這一刻 其實都是要逆步逆趨 估計大市這個禮拜還是短線反覆上落的 暫時未可以擺脫到30,000到31,000那個大的波幅區間 而且波幅越收越窄 大約是30,000200到30,0007,0008,000 我想可能還會徘徊來回接返多三幾天 今晚美國有議息結果 看看到時候會有聲明是應還是甲 另外就是貿易代表團 美國那邊應該星期四訪問去中國開會 一兩天的 變成這個禮拜暫時都是官網為上 仍然先炒完上落時線的 請按下 請按下